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还有他的儿子杰登史密斯首度访台 四天三夜的行程宣传芯片地球过后 昨天刚刚抵台就受到台湾粉丝热烈的欢迎 父子俩也展现亲和力一一帮粉丝签名 今天晚上在台北101也有公开行程 要与台湾粉丝近距离接触 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与宝贝儿子杰登史密斯刚一抵台 就马上感受到台湾粉丝的热情 停下脚步让台湾粉丝一次拍个够 威尔史密斯还大方送上飞吻 近距离跟粉丝做接触 不管签名还是握手 威尔史密斯都不拒绝 还忽然闪过声跟粉丝合影 心合力十足 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在电影ID4星际终结者 饰演自信又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 在电影MIB星际战警则是扮演搞笑探员 这两部电影为他建立起票房明星的地位 接下来在电影《全民公敌》 MIB星际战警2 《全民秦胜》和《机械公敌》都担任主角 他演出的20部电影中 有16部全球票房都超过1亿美元 累计至今个人全球总票房高达63.6亿美元 这次抵台则是为了芯片《地球过后》做宣传 父子俩联手拍片 不过这也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合作 七年前合拍电影《幸福来敲门》 那时的杰登才八岁 自然不做作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这次父子抵台四天三夜的行程 周五晚间在台北101有点灯仪式 周六还会出席公益活动 台湾粉丝还有机会与好莱坞巨星近距离互动 新唐人台电视卢天长 台湾台北猜不到